新北是一名无姓女子日前透过外送平台订餐 没想到当晚竟在深夜招人连续按门铃 调阅监视器后 他惊讶地发现这名骚扰者竟然是当时的外送员 吓得他立刻报警 担心对方可能会再度上门 警方表示已经收到报案 并已传唤外送员到案说明 这名34岁的武女住在新北中和区 久日晚间透过外送平台订餐 刘彤林的翁姓男子送餐上门 不料外送员在完成送餐后不久 发现自己收到了负面评价 怀疑是武女给的 心声不满 竟于隔天凌晨一点多再次回到武女住处 连续按了34门铃 似乎是想逼他出来解释 当时武女已经入睡 突如其来的电铃声把他惊醒 但为了安全起见 他选择不开门 等收劳者离开后 他请房东协助查看监视器 才发现案铃者竟然是前一天送餐的外送员 由于担心自己会继续被骚扰 武女随即在时日上午报警 并无奈表示自己根本没有留下评价 却无故被找上门 实在感到十分无助 外送平台的评价系统近来引发了不少关注 尤其是顾客给了复评后 担心外送员进行报复行为的问题 这次事件中 有人就遇到外送员在收到复评后 孙夜连续按门铃 让人忧心顾客的个人信息是否会因此被曝光 经过调查发现 顾客在订餐后 可以看到是哪位外送员负责送餐 但外送员只能看到送餐地址和店家位置 并不会显示顾客的头像 不过 透过顾客的姓名 外送员依然有可能进行查找 增加了个人信息被暴露的风险 这也让一些顾客对自身安全感到忧虑 像是这次遭遇骚扰的女子就选择报警处理 律师表示 外送员若返复案门铃等行为 可能已经触犯相关法律 将面临进一步调查与处理 警方证实 确实已经接获我女的报案 并立即驻守调查 警方通过监视器画面 确认了嫌疑人的身份 并传唤证明外送员道案说明 该案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处理 后续将依法宗交法庭裁决 大家对外送员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